您好,我是张领 自从195万中共党员潜伏在世界各地的名单曝光之后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些研究表明 共产党员对西方的渗透是十分可怕的 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 不管是IBM计算机公司还是到百事可乐 居然都有中共的秘密党支部 现在可以肯定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中共的秘密党支部 两年前我曾经与三位朋友密谋 准备打进这些中共的党支部 然后获得录音、取得证据 从而促使美国国会出台法案驱逐这些共产党员 或者禁止共产党党支部在美国如此猖獗地进行渗透 进行颠覆活动 但是可惜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我们非常清楚 因为中国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 因为很多读过中国大学的都知道 基本上在中国大学受过教育期间 都会被中共要求加入中共组织 而且它已经蔚然成分 美国的IBM被查处居然有20多个党支部 808名共产党员 真的是触目惊心 就连北式可乐这么一个饮料公司都潜藏着45名共产党员 另外呢 这个陶氏化学公司是全球三大化学品供应商之一 它里面居然由四个秘密党委组织更加沉迷 四个中共党委呢 下属几十个党支部或者党总支 里面总共有337个共产党员 可以这么说 这个陶氏化学公司的所有生产机密都被中共窃取了 中共的秘密党支部呢 不仅遍布欧美的大公司 而且是重点的有计划的进入一些化学产业 病毒研究机构 通讯设施 以及涉及军事工业的产业 然而呢 所有这些都还是冰山一角 在2016年的时候呢 人民日报甚至曾经骄傲的宣称 7.5万家外资企业都已经建立了中共党支部 这些党员呢 很多呢都是先在中国加入跨国公司 然后呢 在里面建立秘密党支部 随后呢 这些人会按照党组织的指示 争取每一个外派机会 比如说 IBM在中国的公司 他会要求外派到法国英国乃至美国的总部进行工作 而且呢 这些共产党员善于专营 他们有活动经费 他们有津贴 这样他们就能够经常的请高管吃饭 联络感情 一旦有外派机会 也就是说有对美国欧洲日本渗透的机会 他们肯定是优先获得机会 进入这个自由世界 因为共产党的这个党章呢 是明确规定 所有共产党员 从申请入党开始 成为预备党员开始 就要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命令 就是这种服从呢 是全身心的无条件的 任何看过共产党党章的人都知道 那是一个农历协议 那个协议呢 就跟加入黑帮 加入黑社会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呢 你宣誓要为了组织 当组织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包括你的家庭 你的前途 你的甚至你的生命 所以说呢 无条件服从命令呢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当然这就包含着 要执行组织布置的任何任务 也就是绝密的任务 还有呢 共产党员还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是必须终身保持党的秘密 所以说呢 这么几条规定 共产党党章很多 但是它的核心规定 都是围绕着服从命令 保守秘密 这也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组织 以及任何一个黑帮组织的规矩 或者明确的规定 就是说呢 第一服从命令 第二呢 保守秘密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呢 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黑帮组织 就是一个情报组织 所以共产党员呢 也各个都是中共特务 据中共这个自己声称 目前它已经拥有9200万共产党员 这也就意味着中共拥有9200万共产党 也就意味着有9200万特务 如果再加上共产团员几千万 再加上国旗事业单位的职工 因为他们呢 由于一生的这个薪水 以及退休待遇 都有组织上掌握 国家掌握 所以说他们其实也都是 有义务做情报活动 还有其他社会各界被收买的特殊情报员 从这样算呢 零零种种的情报人员 特务间谍业余情报员 包括居委会的主任副主任 小角征机队 那些窜在街头巷尾收集情报的那些人 大约十分之一的中国人 也就是说呢 差不多一亿四千万人 是中共的笼统的情报人员 这个数字呢 可能会令很多人感到震惊 但其实呢 它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你要是考察一下 全世界共产国家的话呢 它的比例 一般来说不低于百分之五 中国 一般得不低于百分之五 中国仅仅是百分之十而已 最高的是共产党古巴 它曾经呢 是三分之一的国民 都是情报员 也就是说呢 每两个人 就要安排一个人去监视 所以说 你生活在共产党国家里 周围的邻居 你工作单位的同事 甚至还有你的中学同学 你的在一起打麻将的 或者吃喝嫖赌的 牌友 旗友朋友 都有可能是间谍 也就是说呢 中国这个社会呢 花大量的资源 跟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 把钱花在那些 监视 一些人 让一些人 雇佣一些人 监视另一些人 这个资源的巨大 是超出 人们的日常生活预料的 究竟有多少人 准确的数字是多少 西方世界 其实是无感的 因为西方 没有这样的支出 而中国呢 因为呢 中国的这个工人啊 农民啊 都像牛马一样劳动 他们很大一部分 创造的产生 都被中共拿走 所以中共能够雇佣着 世界上最庞大的 情报 对情报这个原队伍 从而对这个全世界 对全人类进行渗透 进行监视 进行操纵 进行控制 这是非常可怕的现实 谢谢大家